2010周期拳王争霸赛昨天在乐山体育馆名罗开打 拳赛汇集了中国、美国、墨西哥和泰国四国的顶级职业选手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龙争虎斗 一段精彩的开场表演拉开了拳王争霸赛的序幕 掌声和欢呼声中 俄眉派弟子丁宁闪亮出场打头泪 迎战北美拳王彼得马田 丁宁充分展现了俄眉武术的特点 用一级的拳法和脚法将对方完全压制 为俄眉派拔得头筹 比赛打到现在可以说是精彩分尘 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尖叫声也不断 那下面即将登场的两位选手 可以说是今天晚上比赛的一大亮点 因为他们是今天晚上唯一的一对女拳王 他们的登场也是掀起了现场的一大高潮 作为比赛唯一一场女拳王对决之战 美国拳王马瑞安·纳塔莫托和俄眉弟子李立雪 一出场就掀起了一股荒腐 第二局进行到40秒左右 纳卡莫托突然发威拳脚同发 被连续攻击的李立雪最终只能甘半下风 成为比赛中唯一没有完成三局比赛的对决 墨西哥拳王路易斯对战锦毛虎徐眼 美国泰拳王海伦班克对战摇强 美国400磅超级重装坦克戴维哈尔斯 对战峨眉太极高手宋坤鹏等比赛 也是惊心动魄高潮迭起 拳王们纷纷使出自己的绝技 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的龙争虎斗 让在场的观众们情绪高涨 大呼过瘾 很激动特别的精彩 比较有国际水准吧 以前在电视里面看一个全场 那次在现场看来那种氛围确实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很激烈很激烈 那次比赛啊 俄眉派确实为中国武术 只能一口气 经过十九局的巅峰对决 俄眉派与三国拳王最终以三胜三负一平的成绩 战成平手 我们举办赛事是为了在全国普及搏击运动 让全国人民都能感受到自由搏击的魅力 我们将在今后的一些实习里 将会以成余为气点 向全国展开一些搏击赛事 四川台报道